对于已经毕业并获得了学位证书的印尼留学生来说 回到印尼之后仍需要到印尼文教部高等教育师申请同等学历证明 办理同等学历颇为重要 国内就业市场上通常会要求出示同等学历证明 尤其选择在政府机关就职或教育和医疗领域工作者 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验证与认定 国外大学原本文凭在印尼一般会被视为尚未符合资格 针对印尼富华留学生学位认证问题 印尼驻北京大使馆教育文化处再度推荐介绍在线教育服务系统平台 已经毕业的留学生无需前往指定单位 通过该平台可先上办理毕业证明 大学认证 转校证明等多种教育服务 免生留学生学位认证明 大使馆文化教育参赞介绍说 申请同等学历证明必须经过三个阶段 首先是必须获取中国教育部的学位与教育文凭认证 针对学士 硕士 博士学位可登陆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 而报考大专院校的学生可登陆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进行学历认证 其次获得认证之后将认证文件上传到在线教育服务系统平台 所上传的数据和信息将与文教部高等教育师的系统集成关联 最后仅可登陆高等教育师官网 国外学历专栏或取同等学历 授与申请人的同等学历认证文件将以印尼文呈现 并且可以在申请人所在地答应 我们拥护选择 secara penuh secara juridis secara undang-undang secara hukum bahwa dokumen yang dikeluarkan oleh KBR Beijing adalah legal karena sebelum kami melakukan mengeluarkan satu surat itu kami lakukan checklist di Kementerian Pendidikan kami cek kampusnya kami cek semuanya sehingga output keluaran surat yang dikeluarkan oleh KBR Beijing bisa dipertanggjabkan secara undang-undang 该平台其实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发实用 运用过程中不断更新升级 根据追信动态 原版在线 理线混合系统 以转换为全在线服务 文件处理时间也明显缩短 原来需要五个工作日 现在仅需两个工作日 实现简化处理 同时回应了以往 手续复杂、难办等 根深蒂固的问题 对于居住在雅加达以外的申请人 也带来了不少方便 教育参战还说 刚毕业的留学生 应该马上申请 因为尚未停用的 中国手机号码 以及微信账号 是学位与教育文凭认证的必备条件 在线教育服务系统的普及 得到了印尼留华学生协会北京奉会 北京市印尼古兰经协会积极响应 据悉每天可容纳100至1000名用户的平台 未来将实现一体化模式 未来自世界各国毕业生 展开同等学历综合服务